现在最后一段 第七段 一共十个式子 七十四 七十四式 回身扑面长 七十五式 转身百连 也叫双百连 七十六式 弯弓射弧 这是左右的 七十七 上部搓锤 这个式子是杨毅庭 实业加上的 原来八十一式 是加了一个了 缆确尾 七十八 七十九式 单边 背点单边就这一个 八十式 上部搓掌 这是后加的 原来八十一式加了一个上部搓锤 加了一个上部搓掌 为了接缆确尾比较方便 下半 八十一式 缆确尾 八十二式 单边 八十三式 和太极 也叫收式 整个五十代言 八十三式 到此结束 剩下的几个式子 就是最后一段了 由退步跨骨开始到和太极 退步跨骨 刚才说了 这手 必须得 这样不行 为什么不行 这样完了以后 肩肘手 它都有一种 腰都有作用 这个 这个你曾够成劲 因为你这注意 是它一条腿在你手里搁置的 假如你这衬不过来的话 这么一来 这条腿就搭了 这么一来以后 这条腿在你手里 这是退步跨活 下面是转身扑面 到这一平 还是差 从这 我们这从嘴出 从嘴这 扑面掌 跟那个扑面掌意思一样 说扑面掌 是怎么意思 就是用后腿当上的劲 全扑过来 这掌啊 不用力 但是打上以后 这人应该啊 你搬来说 打在鼻子上 应该见血的 它是一种往里去 而且是一个分散力 打分散力 这是扑面掌 转过来 推一下 后背移一下 重心在 左腿的脚跟 转脚跟 两膝相贴 这一段 是腿动 手并没动 到这以后是腰 你看 到这腰就不一挺吗 它跟单摆量不一样 要松一下腰 再起手 用什么 你的手要起来 您再高一点 人家过 所以这种要求啊 往下坐腰 起手 坐腰 落手 它是从上边 拿腰给带上来 这时候拍 假如这样跟单摆量一样 掌腰 就不行了 因为那个单摆量啊 一掌腰以后 它是这种拍板 这个呢 是从这儿拍过去的 这个注意啊 单摆量 双摆量 那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一个是提腰 一个是坐 坐一下腰 再坐一下腰 起手 还得坐腰 腰夸 吃进鸡了 这时候再去 弯弓射腹 跟打虎是不一样 这个运化 完全平腰 你看 这手 你看见没有 没有这样动作 全是拿腰 转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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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铁腰 你看 松腰 我们可以说 在全断射子里头 就是弯弓射虎 用腰转腰打 走出这个劲来 但是腰 不是挺拔 咱那做一次 你看 转转转转 转着腰转过来 挺 你看这不是腰踢吗 不是手踢 腰 这俩好像转你这东西 俩这么一对 腰跟胯 腰跨 松 还是你看 你看 打虎是就不这样了 它就没有 这种作用 下面加一个搓锤 因为原来就是直接接篮雀尾 不好接 怎么 拿来 就这个 上腹 这个篮雀尾 跟原来的篮雀尾 是一样大小 弧度也一样 走起来也一样 拉一个单边 全是最 背脸单边 就是一个 还是拉单边 拉半边 有加一个搓掌 这搓掌是 他是这劲 还是给他扣压 转脚跟 搓 这一搓一上步的话 吴行公这步就要大一点 这个篮球尾 比所有的篮球尾 都大 为什么都大呢 他这没办法 你看 这一搓 这一来 你说我上这小 没法办 所以他 这一搓以后 这一叉 这次就劲了 是不是比原来的篮球尾都多大 变工 所以这个单边 跟别的单边 不太一样了 他有点 这么的邪辣了 用什么 你大了 你还这么邪辣的话 就到这以后 你看啊 这个挺大 到这以后 你看 立刻就跟那人 就跟他 打了孽了 所以我们说了 因实力道 在这时候 我们可以再放大一点 怎么放大法呢 你说这个篮球尾大 这个单边 也大 往那个点去去 收拾怎么收呢 先坐腰 再走手 立腰 回收 立腰 收腿 立腰 放松 立腰 下沉 立腰 这腰啊 他为什么这样做呢 最后这腰啊 回到你原来不练的那种 一个挨一个 非常自如的情况 原来能练以后 这腰椎啊 是第四腰椎 这么的个 第三腰椎 这么的个 第二腰椎 这样 可是你要不练了 我还这么的个 还那么的个 走起道 不自如了 腰椎恢复原来状态 那就是原来腰椎 那就随便自然就走了 所以就变成一个恢复自然状态 就是把那个练功 叫好像我们 要演花剧 先酝酿 进入角色 就是开始 无计是进入角色 等完了以后 我们就出角色 出角色怎么 就是到这以后 为什么叫出角色 回来以后 你看 腰 腰 腰 其他地方都不考虑 腰 哎呀 这腰呢 让它缩小到原来的部位 到这以后 放松 这腰呢 无所谓了 这身上呢 也无所谓了 自个儿走 你看怎么溜弯 怎么溜弯 爱怎么走 怎么 就是恢复 不是练功的那种状态 所以我们注意 为什么要注意这点呢 有的人是这样 还这样 好像没练完似的 才起手才好呢 所以我们就恢复 怎么恢复法呢 就是把那腰啊 缩小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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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缩小不行啊 你看 这不挺大的吗 一下就缩小了 就是怎么 缩小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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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点 缩小一点力点 这腰就这么重 就没有原来你那种意念 这么大 这么大 这么尖了 它那宝塔形就消失了 变成自然那个腰了 哎 完了一搁 而且出口长气 心里特别舒服 非常好受 这个八十三世呢 大概就是这么讲了一下 在三十七世的时候呢 我说说拆招 就是忌击 这个忌击呢 还不是推手忌击 就是说这个招的用法 用哪打哪 用咱们这个八十三 为什么没说呢 因为你要把你三十七 我们老实讲 就是三十七世 太一全的健身忌击 他忌击特别提出忌击了 其他数里忌击提的很少 所以咱们要继承老爷子东西呢 那就说我们把忌击东西能够讲出来的 讲出来 这个忌击 全数的忌击 也有很多问题 就是头肩 左手 跨膝足 哪都能打 跟推手又不一样 推手说 那我们利用理论 利用单说 那就我们这个作为一个组合 八十三十七 推手 那就说八十三 我们尽量把狮子练的正规化 三十七 这个正规化 我们也讲过了 你可以看八三参考 因为它里面是都有了 我们讲它的不同点 跟八三不同点 接触不同点 另外一个 讲点 这个招法 今天就 说到这 谢谢大家 嗯 嗯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